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6日星期二的天气报告 我是陈兆伟 今天下午大部份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1至24度 其实今早出门口我都觉得大风 因为我们元朗地区都是受着一股清净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国陆风影响 好像华南岛看到昨晚其实到今早都是比较大风 再看这些风场预报 我们预计今晚到明天初时都有机会还是吹着比较大的东风 我们在大暮山看出去 由今早到我们现在的下午都看到有一些薄薄的低云覆盖着 因为这里云大覆盖着我们南海北部 但是主要是低云 所以部分时间都看到阳光 仔细看看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 我们预计会是大致多云 而明天会是短暂时间有阳光 气温介乎17至21度 吹和缓至清净的偏东风 而初时离岸和高地有机会是间中吹强风 我们大家都一起留意一下 本周后期以至下周初的天气情况 看到这是天气预测图 香港这个位置 黄色这些比较是没有那么冷的空气 我们因为本周后期贵后风会稍稍缓 所以我们广东元朗地区气温会逐步回升 亦到星期六有机会天气相当温暖 不过留意去到星期六 我们北边这些蓝色的冻空气 会随着一度冷风 在我们北边一路压落元朗地区 所以预计星期六后期以至星期日 初时这段时间 冷风是会环过我们元朗地区 而伴随的一些强烈的冬季季后风 亦都会开始影响我们 天气会显着转 我们一起看看天气的展望 看到本周后期也有些太阳 亦都气温的高温都一直慢慢上升 星期六预计高温有机会去到26度 不过看到星期日开始 随着冷风抵达我们元朗地区 以及受强烈的冬季季后风影响 气温明显是下降的 我们星期六到星期日这段时间 转天气 看到气温可以的相差很大 亦都天气变化大 大家要留意 而稍后伴随之后 那几日看到的气温继续下降 亦都因为高空有扰动的影响 我们广东元朗这个区 亦都有机会有些有雨的天气 除了大风冬还有机会有些雨 我们现在预计星期三 低温有机会大概去到10度左右 如果星期六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大型活动 大家要留意 星期六后期以至星期日初时 天气是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大家要做出准备功夫了 今节的天气就到这里 再见